甄嬛赚三位一难平 No.1 沈梅庄 要说剧中谁的死让我哭得稀里哗啦 那必然得是梅姐姐呀 进攻之后由于甄嬛选择必宠 梅姐姐就成了第一位事情的新人 不过梅姐姐本身的魅力在那儿呢 所以即便后来甄嬛得宠 她也没有被冷落过 只是好景不长 梅姐姐被华飞安排了一套驾运服务 四大爷直接占了梅姐姐的位粉 把她禁足了起来 第七天梅姐姐曾经两次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十一好了之后 也彻底对四大爷凉了心 转而暗恋起治好她病的温石出 最后把太后赐给她和四大爷的暖情酒 给温石出喝了下去 梅姐姐呢也成功揣娃 本来在成功骗过四大爷之后 梅姐姐就可以步入生娃养娃阶段 但就在这个时候 瓜六告发甄嬛和温石出有点什么关系 安小鸟故意派人把这消息告诉了梅姐姐 她来遗修宫里之后 恰好听到温石出自攻的消息 当时受了惊吓就要生产 后来梅姐姐虽然生下了金河 可她自己呢也血奔而亡 从此之后 那个温柔笑着的梅姐姐 再也不能做藕粉桂花糖糕了 如果梅姐姐没有去世 估计会在宫里平安活到老 和已经成为太后的甄嬛 坐在一起绣花下棋 现在想想还是很悲伤呀 但又有点咬牙切齿 啊你个安小鸟 凭什么设计我们梅姐姐 No.2 刘珠 虽然她只是一个小丫鬟 但刘珠小天使实在是太一难平了呀 我根本忍不住啊 所以我刘珠小天使必须要拥有姓名 她自小就跟着甄嬛对主子忠心耿耿 可是幻璧和刘珠的配置 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幻璧的衣服那么华丽 刘珠的就普普通通 她自己不仅毫无怨言 甚至幻璧说话不好听那会儿 她还会帮忙说好话 这么好的一个人 最后为了给甄嬛请太一 自己撞在了侍卫的刀上 如此的确为甄嬛请来了太一 可刘珠再也不能睁开眼睛了 她清脆的笑声也只能成为回忆 溜出下线的时候是谁哭了 我不说 No.3 拽费 夜兰一舍得一身寡肝 把皇帝拉下马 明明已经搞死了四大爷 自己也活到了最后 但就在最后关头 她自尽了 因为拽费夜兰一一直暗恋果子林 和她的私生犯 这人甚至连人家果子林 从不是人的手串都知道长什么样 她一直讨厌四大爷 也不喜欢宫里的生活 不过夜兰一虽然拽 可她不是什么坏人 虽然动过要杀甄嬛的心思 后来为了不让果子林伤心 夜兰一不仅没有动甄嬛 甚至是滴血验心时 还帮忙找证人 或许从夜兰一被果子林救了之后 就一直在为她而活吧 毕竟刚进宫那会儿 夜兰一就找不到了活着的意义 是在果子林的圈说下 才好好活着下去 所以在四大爷去世 夜兰一为心上人报仇之后 她似乎就真的没有了 再活下去的意义 这才用那把匕首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这也太可惜了点 她明明可以好好活着的 这几位一男平 是真的让人很难受 可在宫里生活这么难 结局不好的 也并不止这几位 甄嬛传这15位的结局 竟然都这么惨 No.4夏冬春 刺激妹妹可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她选秀的时候 就欺负安玲蓉 但是被硬气的甄嬛 打发走了 后来因为名字有趣 被四大爷选进了宫里 但是在那个时候 夏冬春就引起了 华妃良良的注意 分宿舍的时候 又碰上了家世寒威的安玲蓉 她每天欺负安玲蓉就算了 给遗休请安那天 甚至直接找上了甄嬛他们三个人 这么一闹腾呀 华妃直接走过来 给了个遗障红 之后夏冬春人是国者 但是腿废掉了 也被挪去了冷宫 想必之后的日子 也不会太好过 No.5鱼嬛儿 那年冬天 鱼嬛儿靠茂名顶替 成为紫禁城 心境顶流 但不是自己的东西 终究还是留不住啊 很快甄嬛开始得宠 鱼嬛儿则因为得罪了她 而被降位分 那眼高手低 很有野心的鱼�儿 自然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分啊 于是就在华妃那帮人的指示下 通过花岁给真魂下药 这事被甄嬛抓了个现行 连带四大爷也发了好大的活 最后甄嬛告诉四大爷 自己才是那晚以没原理的人 这下子四大爷不用在手下留情 直接刺死了鱼嬛儿 最后被扔到乱饭岗 下场凄惨啊 No.6 丽品 据说是一位长相貌美 经常被四大爷翻牌子的人 另外啊 总说太监是没根儿的东西 而被观众戏称为根儿品 她是华妃的小狗腿 但没起什么关键性作用 主意是曹心莫出 执行是华妃安排 她呢 最多也就是在旁边帮忙准备些东西 在云儿下药事件时呢 就是准备好药的那个人 最后被小影子装鬼时下风 在冷宫里度过了后半生 No.7 纯尔 一直天真烂漫的纯尔 同甄嬛情同姐妹 她也因为单纯活泼 所以很瘦四大爷喜爱 但是她受宠了之后 华妃一直看她不顺眼 这天去放风筝的时候 风筝现断了 纯尔去捡风筝 却刚好碰见华妃 正在收受贿赂 保监官员 他趴在一边偷听 被一边的曹琪末看到 曹琪末扔了块石头 引起华妃注意 纯尔就这样被发现了 最后纯尔一路逃跑 但还是被周宁海摁在水里 窒息而亡 No.8 复查贵人 其实前期的复查贵人很理智 夏冬春很多次找她叙叙叨叨 她都爱达玻璃的样子 但是自从她有了孩子 就变得有点蠢 先是用孩子一直作妖 显示四大爷对自己的恩宠 又时常说肚子不舒服 叫四大爷过来陪她 孩子没了之后 又开始针对甄嬛 两次在长街上给甄嬛难堪 还怂恿齐妃也对付她 但她这个人色力内然 被甄嬛一个人质的故事下风了 No.9 华妃甄嬛这群小赛鸡刚进宫的时候 华妃可是后宫骄纵的宠妃 他哥哥年庚瑶在前朝也非常的把扈 四大爷一直看他们家不顺眼 于是就各种搜集证据 扳倒了年家 华妃也紧接着被狗腿子陶琴末告发 这位分直接降成了答应 不服气的华妃想抱负甄嬛 却因为放火烧碎于轩 直接被遗袖刺死 最后甄嬛到冷宫告诉他 四大爷对他早有防范 华妃悲痛之下还一头撞在墙上 就这么去了 不过他的小狗腿最后结局也很惨 这款传里的娘娘们最后都是啥下场 No.10 曹琪末 他前期一直是华妃身边的狗头军师 也因为有个女儿不至于被四大爷忘记 但在年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他想也不想选择和甄嬛合作 结果因为揭发华妃干的坏事 而被四大爷谨升为香品 但也因为甄嬛的怂恿 一再向四大爷提议杀死华妃 四大爷和太后看他这人如此的狠辣 不能煮啊 所以偷偷让他身边的丫鬟给他下药 野心很大的曹琪末 就这么舌在了心腹手中啊 犹如他对华妃那样 No.11 齐妃 切尔哈在选拒也是数一数二的小笋蛋啊 别人一拱活 他就玩实名制下毒 先是在遗秀的暗室 以及暗玲蓉的科普下 给甄嬛送去了加料粒子糕 不过由于甄嬛没有告诉四大爷 切尔哈捡回一条命 只是没有了儿子的抚养权 后来又被遗秀暗室 去给叶兰依送了段子绝孙红早汤 这次四大爷第一时间知道这事 所以齐妃只有死路一条 No.12 齐品 如果说齐尔哈是倒数第二屯 那齐品瓜柳绝对是蠢到没边啊 比较也就是判中了这一点 才让他为自己工作 他最卓越的战绩 就是让他老爹连着几个月告状 终于告到了真远道 不过最后低血烟天时 一个人被打黑锅 直接被打住冷宫 最后瓜尔加是一族受到处罚 蛙六从冷宫跑出来 跪在养心殿前 却被侍卫乱棍打死 扔去乱葬岗 No.13 安宁如 安小鸟从选秀的时候 就是甄嬛身边的人 可入宫之后 一休挑过离间 安小鸟逐渐和甄嬛离心 最后选择了被判 他在树本招里放了射箱 致使甄嬛第一胎小铲 传言故意事件之后 又让人往真远道的牢里放老鼠 让他安然随意 不过在甄嬛回宫之后 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 最后被甄嬛算起小铲 又爆出他之前干的坏事 在安小鸟失事之后 自己等甄嬛要了有毒的苦行人 自己为自己做了一次主啊 No.14 英贵人 他本来是果子里王府中的丫鬟 为了转移四大爷的注意力 别老盯着欲饶 所以甄嬛才想着找一个新人助攻 幻必挑选了自中出色的他 四大爷也非常忠义 但是他在御花园赏花时 对大孝子三大一眼相中 这个孩子呀 可真是移成了他老妈的蠢啊 不仅清天白日的表白 甚至还敢写情书 被警飞抓到后 四大爷选择宝儿子 无辜的英贵人 就这么被刺了白铃啊 No.15 怡修 怡修这人伪善又会装 甄嬛在出宫之前 才终于看清了怡修的真面目 所以回宫之后 就一直对付他 最后终于用自己的孩子 成功陷害到了怡修 后来怡修身边的简秋不服气 石敏志下了个毒 却搞死了孟敬贤 这次简秋和江富海被带走 他干的坏事啊 也根本保不住 四大爷听到他害了纯元 当时就想废了他 可惜太后留下旨意 不让废后 依修呢 也就活到了红礼继位后 但他得知自己不能当太后之后 直接心计而亡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宝宝们下期想看啥啦 记得在评论区翻牌子哦 三大最离谱的古装剧男主技能 空中散步 独手接子弹 空中360度旋转 这届男主F4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看了这几部剧 我是真发现 男主这个生物呀 可是被你们给整透彻了哈 人家武侠剧呢 是正常轻功 但他们呀 非要整点不一样的 用轻功救人这一段 踩踩水 还可以说是武功高强 但是你救上来人之后 凭什么可以一边转圈一边往上飘啊 我见识少不懂 这莫非就是 就地作画 紧接着男主的帽子告诉我 当时有八级大风 而女主的眼睫毛 却可以一动不动 是男主长得太高 导致他们俩吹到的风都不一样嘛 这就算了 为啥在空中停留了几秒之后 男主还能一招 扑轮儿子展翅 平安落地 然后刚给女主撂地上 又扑着翅膀飞走了 啊 大飞鹰的外号多少是有点驱才了 这妥妥的未来太空人呢 记住了哈 这个男人的真实名字叫黄太极 好巧不巧 在另外一部剧里 他又会空中360度旋转 你说他不合理吧 人家被一群人追杀 确实也受了点伤 但你要说他合理 那你们也太不把地心引力放在眼里了吧 如果说这两部剧想表达的意思 是黄太极不一般的话 那他的曾孙子雍正着电视剧就可以直接封神了呀 这就是当年比甄嬛传收视率都高的鱼妈牌宫锁珠连 众所周知 这部剧里的男配敢跪地滑行 与之相比 那男主必然不能输呀 瞧瞧 人家的技能那可是空手切子弹呢 小伙子 你怕不是隔壁抗日剧组走错片场了吧 只要再让他跟新天龙里这位高手组团 那绝对就是妥妥的天下无敌了呀 毕竟别人的轻功都是无数 而这位的轻功属于修仙呢 明明大家学的都是武功 为啥你就可以在空气上散步呢 何着可以在半空中开的车还没造出来 你也就提前一步享受了吧 我们都知道男主很厉害 只是这样表现真的大可不必呀 本来这些男主的专属技能就挺让人眼前一亮的 但电视剧中更让人想用脚扣出三十一听的操作 还不止这些 偷图 假花 特效假 万万没想到一毛钱后期给追剧的我致命一击呀 优秀的作品都是美得如出一辙 但差评多的影视剧那是丑得千奇百怪呀 这些电视剧该拍的都拍了 该有的也啥都有 但就是最后的效果怎么看怎么假 为啥呢 因为抠图和后期 说到这个被人称为抠图不自赏的这部剧 咱们必须要签出来溜一溜 这个电视剧里的抠图痕迹真的是很明显呐 抠图没啥大不了 但背景这么假是几个意思呀 生怕别人看不出来后期的努力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这到底是谁的错 犯了同样错误的还有新白娘子传奇 咱就说她在水里这个镜头让我觉得呀 这一切只是个梦 然而这并不是罪绝的 玉笼里的假花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 这一地的塑料真是假的让人心碎呀 明智她做不出来这么多 你还非要搞一个花花林子 我看就到这儿吧 咱实在是不需要互相为难呢 还有这个女主摸宠物的时候 你真的确定她的手摸到了小宠物的头上吗 还有阴缘神大人请留不理 男主修屋顶的时候 啊男主手里的瓦不能用真的吗 为啥就非得用假的呢 但一山更比一山高 更让人难过的是十二坛 看到这大鱼尾巴的时候 追剧和不追剧的她都迷茫了呀 这是个什么新造型呢 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 是他们明知不好 还照耀这么干吓人 还是他们真的觉得那样很好看 更吓人 看过那么多的电视剧 但这些抠图和特效 真是让人记忆深刻 同样让人一言万年的 还有这些拥有高级滤镜的影视剧 《黄阴辰》 《翠绿》 《四人灰》 这些高品味滤镜 真是让人不敢沟通 咱就是说 现在影视剧当中的滤镜 它多少是有点跑偏了吧 现在追剧人迎来了一波 追剧三分钟 看到你眼瞎的作品 鱼妈牌的宫锁珠帘当中 就出现过极其耀眼的糖果色 鲜艳的胡适 再加上亮眼的滤镜 确实很引人注目 就是有点肺炎珠子呀 后来在鱼巴确实是听取建议 不再使用这样亮眼的滤镜 但当家竹母里的滤镜 就挥到了极致啊 在这个滤镜下 她们像僵尸 像得了皮肤病 但就是不像活人呢 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你就说这些女人们 嘴上涂的口红 谁能看出来这是傻傻 好好的一群漂亮妹妹 最后硬是变成了灰脸天团 这部剧之后 鱼妈又一力作上石 再次犯了同样的毛病 同样灰扑扑的滤镜 真是让观众的眼里没有了光呀 不过咱也不是说这个滤镜 它就不好看啊 咱就是说 要说剧组是想体现高级感的话 咱也可以勉强理解 但这瓦绿瓦绿的滤镜 是为啥会出现呢 是要给观众护眼嘛 但滤到这种程度 也有点过分了吧 君不见张若云的每一个毛孔 都在唱滤光呀 又遇到滤光 谁不在哪里 还有风起龙溪的预告片里放眼望去 那是一片黑漆漆 好像生怕观众能看见点什么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看的东西吗 这样虽然很神秘 但大可不必呀 不过现在分不清白天黑夜还好 就是正式播出的时候 千万别这么黑呀 不然今年的电视剧 就真的要全员阴尖了 各位大佬 如果真的一时没有灵感的话 那缓缓也没什么 咱就是说咱们无冤无仇 请不要总是致力于 让我们眼瞎好吗 最后就再给大家洗洗眼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